早安 早安 我們待會要去做廣東啦 待會我們先上到紅線 從紅線再慢慢滑下來綠線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上黑線了 為什麼是錄這個呢? 不是錄滑雪的嗎? 對啊 你今天找我們來做什麼? 今天找 我們今天特別找葛樂果登山小隊 來體驗我們中部的登山步道 因為我是你們頻道的始終的粉絲 我每一集都有看 但是每一集奇怪 怎麼都在台北在北部 都沒有介紹我們台中這裡這麼好的環境 所以這次一定要來我們台中這邊看一下 葛樂果登山小隊五點就出門了 有點想睡 等一下 看看開始走會不會比較有精神一點 驚訝啊 走走走 葛樂果登山小隊的觀眾朋友們 我先來介紹我們台中市結構機師公會的登山社 我們的社長 江英鎮 江社長 我們今天走的是叫那個新田登山步道 這是台中市 郊山裡面算蠻知名的一個登山步道 它坐落在潭子區 這個步道是一個環形的 那我們會走逆時針走一圈 最重要的一個中間一定要經過一個點 就是那個叫巨星山 是那個小百岳其中之一 全程走的話大概是不到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對啊 走走停停的話 我們會在兩點那邊再休息一下泡個茶 大概時間應該抓三個小時 他講的比可樂果登山小隊的這個導演還好 所以我們在台中準備成立 可樂果看山小隊 都會剪掉吧 明明要看山小隊成立 明明要嗎 我們今天有請我朋友啦 他是導演 他有個登山的那個Youtuber 叫可樂果 春夏秋是爬山 冬天就會去記錄滑雪 所以每次我們都一起去滑雪 他就幫我們記錄這樣 他有一點地方感受到 小小 小小 我感覺今天這一條應該是一個鋪色整理滿完整的一個步道 對 假日滿多人來爬的 很熱鬧耶 對啊 現在早上8點41分 現在8點41分 雖然有點抖肚 微微還可以接受 他是有暖身的感覺 對暖身暖身 而且他是在一開始走在樹林裡 對 他們就請問他們跳出來請問 我忘了跟我們北部的觀眾朋友講 來台中 你們可能如果對台中不熟的 我沒氣了 我沒氣了 哈哈哈 我要介紹一下我們是結構機師 那結構機師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結構機師 其實是什麼 但是 是從 0403花蓮地震之後 大家慢慢重視結構安全 所以 接下來我會預告 台式新聞即將做一個專題報導 全台灣的那個 這一聽就是你有上台式 有危險的建築 對 為什麼說我是巨星 因為還沒播出來 播出來之後 大家會找我簽名 其實我們結構機師的簽名 是很有價值的 黃仁勳簽在顯示卡上面 他賣多少錢 30萬嘛 我簽在一套圖上 你知道那套圖賣多少錢嗎 總價250億 有沒有鼓掌一下 各位你看多支錢 小朋友很忙 然後他們的家庭作業 不是回來都要爸媽簽名嗎 我從不在上面簽名的 怎麼辦簽名要250億 對 我沒有在上面簽名的 我跟老實講 我就怕你拿去賣 拿去賣 你獲利是你的 沒賺到 所以 老師 家庭聯絡部我不會簽名 不要找我 我們現在是中部的第一集 等我們拍到今年度的最後一集 我們回到同樣的路線 我講一樣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轉得很快 畫面都跟不上 持續持續持續 維持維持 等一下要幫我用快轉 我們接下來介紹我們 中原登山社畢業30年的資深美少女 叫他桃子就好了 好我們請桃子老師介紹 很香的方向萬壽集 這樣子摸 聞一下超香的 很香喔 對很香喔 像百香果的味道 這樣子有下往上摸 然後就有精油在你手上了 真的嗎 來我們給鏡頭的觀眾朋友聞一下 很香喔 我就故意摸這一柱 然後說 好痛喔 然後就衝出去好不好 哇好痛喔 有吃 我們今天好歡樂喔 好開心 歡樂又輕鬆愉快的路線 對啊 我沒講什麼 我們不要負責笑 真的 力氣都花在笑上面 真的 這邊你要拍這邊 這裡 對 剛剛前面還有兩個快要韓包再放 這個已經開了 對 野生的野百合 台灣野百合 台灣特有種 阿樂阿樂拍一下 前面那個我的接駁車來了 我的接駁車來了 待會幫我跳捲一下 我先坐上三角點 等一下再跳街 就跳街之後 就是我在三角點上拍照了 司機上車 好啦 接下來我們有那個很高的階梯 委員 委員 來 那個他叫陳委員 真的喔 他叫陳委員 真的 不是那個職稱是委員 是民主 對 所以他不是立委 不是議員 他就是委員 陳委員 這個觀音平台 我們差點錯過他 以為他是屋頂上的水塔的地方 那我們看看老英在哪裡 這裡還蠻涼的 這是我們工會送的毛巾 歡迎來參加我們工會的登山社 快點往上 往上 往上 快點衝 衝 好熱 好熱 直接飆汗 那個 沒有 騙人的 不要往上 這個 很像後肩山 更高 根山要記得帶水喔 要注意防曬 防蚊 還有防體力透支 只會喘耶 不會講話 有拍這個畫面嗎 很陡耶 很誇張對不對 我都快 快用手爬了 對啊 超陡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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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更開闊耶 整個完整的社區 但這邊我沒什麼地理概念 應該有不好再拿 可能要拿出鏡頭 不像台北可以馬上知道 到了到了 各位觀眾朋友 你知道哪邊的帥哥最多嗎 哪邊 哪邊的帥哥最多 哪邊的帥哥最多 沒人知道 早餐店的帥哥最多 為什麼 因為阿姨都說帥哥你的蛋餅好了 那你 你知道哪個地方片子最多嗎 不知道 我告訴你了哪裡片子最多 登山步道片子最多啦 我在下面跟我說轉個彎就到了 轉幾個彎了 轉幾個彎了 七點了 我講馬上就到了 到哪裡啦 不要錄了 不錄了 不但快到了 還要走上耶 走了走了 走了啦 欸 介紹一下這個 旁邊有栗枝春象 紅紅的在那裡 然後這是栗枝春象的蛋 喔 看到了 它本身是 但是你過度的時候 就變成它 所以有一些還不錯 很像蛋豬 這是什麼 月桃 然後月桃的葉子也可以來包食物或包種子 它的葉子 在古時候葉子是拿來包一些食材的 以前沒有塑膠袋嘛 用月桃的葉子包 很像樣耶 來大家快點囉 轉彎就到了 一下就到了 很快喔 其實 各位觀眾朋友 你覺得這個 登山路線很難走嗎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登山步道 你好 到這邊扶手 有看到嗎 有 這都是我們做工的人 工人 他一根 一根一根搬上來的 你們可樂國不是還要去拍 去山側集嗎 你們住的那個山屋的那個 H型鋼其實也都是工人搬上來的 所以 我們要珍惜這一切的資源 你一旦踏進了真山口這條路 你一定要 走完這條路 絕對不可以半途而廢 知道嗎 如果工人半途而廢 你還能走嗎 他們都沒有半途而廢的人 你可以說半途而廢 你也不能半途而廢 你也不能半途而廢 我們一起加油 咬牙躲下去 這樣你這張會不會撿啊 你老闆平常是這樣的嗎 差不多 平常他就是這樣喔 你們受得了 為了工作沒有辦法 很累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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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影片都聽到快到了 哈哈 我們到哪裡了 我們到四角樑坪了 喜哥林 這裡 我們要從這邊這樣 從這邊 到這裡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六角樑坪 然後接著去七星山 快到三角樑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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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蚊子還蠻平常多的 一來就被咬 我們都急很慢啦 我們都急很慢啦 用一千多階的階坪 不想數 好熱 我們要到中階喔 我們要到中階喔 沒有 我已經覺得安慰的是一轉頭 後面四區的景觀還蠻漂亮的 對啊 我以為你要說一轉頭 就看到有一個人很喘 有一個很喘很喘的 在後面 哈哈哈 他現在在角落 他重點了 你好 好喘好喘 我們出去旅行圍了 突然安靜了下來整個世界 我們現在往六角樑坪的方向走 最後 我剛剛最後看到的那個 里程碑是1.15 想要問題行為 像這樣子的步驟啊 如果結構機器 幫忙規劃的話 他會規劃就是用原有的地形 夾一點點東西去鋪成路嘛 所以他沒用什麼判斷這個地形 該用什麼樣的材料 對 攤來了 我們有問題想請教您 早期都是為了好走 都是買一些材料 那可能是國外的 或者一些混凝土灌漿 你會比較好走 但是現在其實一直在強調 你不要破壞環境 不要破壞生態 所以大概主要會採用木頭 或者先帝幾材類 但是這個其實如果是公工程 你又涉及到 木材的品質到底好壞 你不容易去分等 所以你看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步道 其實你會覺得它是木頭 但是它其實不是木頭 它是一種 有加一些樹脂類的 讓它比較不會腐爛 所以你看 假設有些比較原始的登山步道 它是木頭 它其實時間久了它就腐爛 你還是必須去更換 所以現在大概有這種材料 可是說實在 如果大家喜歡爬山 你大概都會希望用一些比較 自然天然的材料 像比如說你看這個 它有坡道對不對 對 那也許打一點高地坎 就是用現地的泥土還是什麼就好了 對 其實你可以用現地的去做到一些高地坎 或者鋪一些石板 對 但是重點你要有人工 現在人工不容易少 早期做的那些工人 現在可能都做完工了 可是它的孫子要不要做 不一定要做 所以像這樣買這樣子的材質 然後來現場鋪 相對來說是省人工 可能比較省工 對 它就這樣鋪一鋪 其實你看它是有平的 但是下面還是有支撐 它可能 它也不用去整地 不用花人工去整地 那挖個溝槽 做個簡單的基礎 就做下來了 上面再鋪這些步道 前人縱樹 後人乘梁 前人鋪路 後人 登山 哈哈哈哈 就是走路 什麼什麼 好大好大 我想要問一下那個曹子老師 曹子老師 這是麵子豬 你要看另外一面 它有人的臉 有 它在中間 小小集中的地方 會有個可愛的小臉 六角 涼亭 神鋼馬 這個是騙人的 大哥對這邊很熟 那大哥要不要簡單導覽一下 這裡冬天 就是可以欣賞到櫻花 還有那個若以松 其實夏天這裡會比較熱一點 但是這邊一路上上來 你們都有 樹蔭底下走都還好 只要有風 這邊都滿涼爽的 這邊的三角點有三個 一個是巨星山 另外一個是凌牛山 還有一個大湖山 這邊都是很經常的路線 不會有什麼困難 因為我在這裡真的是 跑了很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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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我們的這個頻道 到三角點之後 我們要進去露營 接著我們要去做腳底按摩 好 腳底按摩 要不要啦 我說真的 在跑完山我想去做腳底按摩 是因為今天排完山需要腳底按摩嗎 是因為今天排完山需要腳底按摩嗎 那你們先去那邊先拍圖照 三角點 好的 小百越喔 好的 右邊過去 好 我等他們後面的後面的後面 這邊過去喔 這邊嗎 有有 有一個像水塔的東西 這叫水塔 如果等一下 我要轉 三角一點的出來 就是現在三角一點 也可以 往這邊走 真的 這樣很好懂耶 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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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 有檸檬嗎 橘子啊 橘子嗎 它在蔬果 蔬 蔬果就是太米了 太米了 把它弄鬆一點 然後才會比較大顆 喔 我看這什麼都是啊 對啊 地上整個東西 好香喔 好香 現在六月 要長到 明年的一二月的時候 才有幾組可以去 到過年的時候 所以它還要再長半年多耶 要錄影了 來 要東頂了 哈囉 哈囉 後面後面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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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說我是台中的巨星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登上了巨星山 耶 終結的登山色棒舞棒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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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有沒有覺得很輕鬆 有 輕鬆愉快 對 以後我們都發許庭尾啦 許庭尾要去哪裡爬 我們就去哪裡爬 小心喔 你真的輕鬆愉快啊 走不說話 他的爬好快喔 他後退 他後退 你要去哪 他要換條路走 怎麼辦 你要飛起來 又要後退 飛起來圓圓的 他好新的感覺 好新 剛剛烤七完 對 剛剛烤完七很亮 這是瓢蟲的家嗎 太熱鬧了吧 好可愛 我喜歡他們的顏色 往右轉 要去套材 去套材 謝謝 咖啡糖 謝謝 還有這個 貴人蛋糕 李市長很忙 來到彰化 來到彰化 其實要註明 要指名寶真香 櫃圓蛋糕 他是在大竹派出所對面的那家店 但是真正有名的是他的對面的那個大竹肉園 下次要記得去拍一下 那我們準備了這個寶真香的桂圓蛋糕 送給我們的可樂果登山小隊 哇 好開心喔 這就是你們最喜歡的禮物嗎 沒想到我們竟然會拿到桂圓蛋糕 對 這是排隊名店 他昨天半夜兩點去排隊 好不容易幫我們買到了這個寶真香 我們來謝謝他 謝謝 好開心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頭腦 耶 我們的攝影師終於入境了 來試試看這個很厲害的桂圓蛋糕 很濃耶 很濃 很桂圓 很貴耶 裡面有堅果 很香 滿嘴的桂圓 好好吃喔 很香耶 很香 但是那個河澤 很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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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有喝又有吃又喝 對啊 他有獎品耶 第一次有排到有獎品的 獎品耶 很輕鬆的一個行程 輕鬆愉快 對 只有剛剛走那個 走上樓梯 痛苦了一下下 嗯 然後就滿開心的 對啊 掛在你們辦公室入口的地方 滑雪的時候也會帶去 哒哒哒哒 耶 掌聲謝謝我們的可樂果登山小隊 謝謝 好 我下次開會缺領帶我就用這一個 好 如果看到你要知道 我支持你們 要訂閱喔 好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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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很陡 很陡 很陡很陡 還蠻陡的 還蠻陡的 來了 怎麼了 已經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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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雞的嗎 那個是龍眼 那可能有風 它就黏不住了 黏不住 喔 黏住了 它每一步都要很辛苦 好 可以了 黏住 它的配色有一點高級 對 好看 你還好嗎 很好 導演 你們拍片都拍那麼久 不會累喔 會啊 我們現在在G2步道的這個交叉口 然後再往前走 去倒 逼乎到一個 就是回到那個停車場的地方 這是三叉路口對不對 對 一二三步道的叉路 對 好像來這邊都會經過 都要經過這裡一下 對 我覺得你的員工條件很好耶 你看 他比我還高耶 幾歲幾歲 等一下你幾歲 幾年次啊幾年次 183公分 183公分 我們不留LINE啊 因為怕太多人騷擾 請寄到電子郵件信箱就好 然後他重新一個非常有前景的工作 對 他沒有要真友啦 你們真啊 你們真啊 我沒有要真友 等你喔 為什麼我覺得走好久都還沒到 不定去聊天聊得不夠多 對啊你要好好講話 喔 對啊 我怕你們把你們的節目帶到不同的風 帶到很奇怪的地方去 對啊 這個 在這種混亂的世界 有你們這股清流要堅持下去 你們爬都爬中部的山嗎 目前是 可是之後 會慢慢大家多了 就會往外面 原來是在這邊喝茶的 這是雙層景觀台 已經沒有人在這裡了 那要休息嗎 不用 這時間有要不要 許庭尾 不見了 不見了 好 只按腳底夠嗎 全身都是汗 不好意思讓別人按全身 下坡囉 就從這邊走上山 嗯 現在很多人就會打退堂級了吧 因為樓梯很多嗎 樓梯一直延續 這是一號路線 所以山上一下是 可能是比較好的 夏天真的滿熱的 沒有風很可怕 對 腳抖了腳抖 到了到了 真的要到了 我看到馬路了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許庭尾加油 我受到 控制了好大腿 你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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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上學版了 喔對 現在可以上學版了 經營一個節目真的很不容易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要看我出現在可樂果登山小隊 只剩下冬天了 我們學長見 我不要 下次不要找你們來拍了啦 我不要 你來拍我們都不能休息 我們走完了 新年步道 山上一下 是一個好選擇 逆走 就是會先走斜坡上去 然後接緩緩的樓梯 到山頂前會有一段小走 接下來就是緩的 然後就最後一段下樓梯 樓梯超級多 屋子近的多 所以不建議大家從這邊上去 從3號上去 然後1號下來 對 還好是這條路大部分都有遮蔽 我們今天來爬有風 所以還滿幸運的 不會太熱 如果說萬里無雲的狀況的話 可能就會超熱 所以建議大家可能 涼一點的時候安排 路徑很短 兩公里 所以呢就是邊走邊爬 然後還有很多涼亭可以休息 看風景還滿好的 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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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